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但是我今天想讲了一个点的时候 其实产品的成熟度 你应该分成至少有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什么呢 叫总值期 第二个阶段是叫扩张期 总值期是什么呢 总值期就是你在 你的产品的验证阶段 产品验证阶段 你需要用的商业策略 其实和你后期的 扩张期的商业策略是不一样的 用一句话来讲的话 其实总值期 你应该用最短的时间 去打磨你的产品 让你的产品更成熟 所以最短的时间去完善产品 扩张期 你需要做的商业策略 其实是用最短的时间 去占领市场 这两个的商业策略完全不同 所以总值期 其实正确的知识 应该是低调 低调去 让你的产品变得更成熟 而不是高举高达地 去让更多人知道你 因为这时候让更多人知道你是没有意义的 我在内部经常讲一个观点是什么呢 你从10个客户扩展到1万个客户 和从100个客户扩展到1万个客户的成本是一样的 但是你早期服务10个客户和服务100个客户的成本是不一样的 也许就是10倍的差别 所以这是你关于总值期需要去考虑的一个成本 成本层次的一个考量 如果你的那个 就是采用了高举高达的方式 也许你的方式是不经济的 所以在产品的打磨的过程中 我们建立的是一个记忆反馈的一种迭代的模式 因为首先就是 我们的产品是深入理解用户的一个产物 刚才我也讲过 调研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价值 当然不是说调研没有用 调研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 在我看来是一个确认的一个过程 什么叫确认 就是说你找你的典型用户去沟通 其实这个过程是确认你之前想的 是不是真的是对的 但是它不是发泄 其实你只有你感同身受了 因为你后面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需要去做 所以你基本上只能做一个确认的动作 而不是一个发泄的动作 那在你跟你客户沟通的过程中 什么东西才是你真正应该关心的 其实是反馈 就是你的用户 是不是真的对你的产品买单了 就是或者说他对你的产品满意了 所以我这里想提的一个概念是叫做 用户净推荐值 叫NPS 其实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描述 就是用户有多喜欢你 这是产品成熟度的一个最根本的测量 只有在关注你的用户净推荐值 并且在基于这样一个反馈 就用户反馈 对用户反馈的高度关注吧 去不断地改善和迭代你的产品 让你产品去一个阶段性的成熟 然后你再去推广 这时候其实你就能够 就是更加顺利地 让你的产品能够站稳市场 当然创业的还有 在我看来第三关 但我没把它叫做第三关 我把它叫做地灵关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 其实是最基本的一个关 叫心态关 创业者其实 我觉得很多创业者能力都很强 能力强的一个 人的最大的问题 可能是会自视更高 甚高 但是在我看来 创业者最需要的就是一种 就是心态的调整 你能力以前是很强 但是你只是在一个公司里面的 一个角色的时候你很强 但是站在一个创业者角度来讲 你今天要构建一个商业的时候 你的心态必须是一种 非常空碑的一种心态 就是我这里把它归纳成四个意思 第一个危机意识 就是随时随地 都要担心公司会倒闭 你要 就是随时有一种忧患的意识 第二个是成本意识 你如何让你的公司的 效率最大化 如何去更快速地往前走 第三个是服务意识 就是你如何去提供你的价值 第四个是生态意识 就是如何与更多的 你的上下游去合作 而不是见谁都是对手 这样四个心态 那我今天想着动讲的是 关于成本意识 成本意识是什么呢 成本意识 大家都很清楚 我们就多数人想到 成本意识首先想到是钱 对吧 大多数人都会说 我钱花得有多快 这是成本意识 但是我今天想讲的 其实对一个创业公司 你构建商业的过程中 其实最大的成本不是钱 是时间 时间成本才是最大的成本 这是每一个创业者 心里要牢牢记住的 所以我刚才在讲 产品成熟度的时候 我也是用时间 作为一个纬度来 这个衡量尺度来去表述的 而不是拿着钱来去表述 在总之期 你的时间是应该用最短的时间 去让产品更成熟 你的扩张期是用最短的时间 去占领更大的市场 所以这是创业者最大的一个成本 时间成本 所以在你能够用钱 换时间的时候 千万别客气 这是我认为 你一定要关注的一个点 当然除了时间之外 第二个就是钱了 而钱的话 多数人会关注的 一些显性的成本 就是我直接能看到的 但是其实我认为 不可忽视的实际上 是你的隐性成本 那什么 尤其是对于 我们所谓的互联网公司来讲 你的隐性成本 最大的就是能力资源 就是你请的 你花了多少能力 在做这样的事情 也就是你的研发 或者运营的人员的成本 那 大多数人都很清楚说 我能肯定是要花了 但是你能是不是真的花在 你真的要花的那个点上了 所以在气流我们内部 其实一直有一个观点是什么呢 我这也是特别想跟 每一个创业者分享的一个观点 就是 第一 你想清楚你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你在这个行业 为什么能够站稳脚跟的点是什么 非核心竞争力相关的东西 能外包尽可能外包 就不要自己干 那么外包的选择 又选云服务 次选开源项目 最后才选 包括另外一家公司来干 这是我个人认为 就是外包的靠谱度 其实 云服务是最靠谱的 这是我们产业的分工 不但不断地被证明的一个点 今天我不用展开去描述它了 就我当初刚创业的时候 可能要不断地去说服别人 所以我们在公司内部 我们其实也尊重相同的原则 我们是个云计算公司 所以我们用外部的服务 我们一定要优选云服务 否则我们就不相信 我们自己能成功 这是我们内部讲的 比较多的一个逻辑 当然我把它 就是最后一个话题 也认为 我认为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话题 就叫服务意识 就 其实就是一个价值意识 我们每一个人其实 是为另外的人服务而体现我们的存在价值 对公司更加如此 我们是为我们的客户创造了价值 所以我们才能够存在 所以每一个创业者一定要站在一个服务的角度 而不是一个风口 我在一个风口状 所以我一定能成功 实际上是因为我们提供了足够大的价值 用户价值 所以我们才能成功 这是我在最后结语的时候特别想强调的 我希望在座各位都能够成功 所以今天的创业一个大潮 环境非常非常好 有遍地的机会 因为在互联网大爆炸的机会下 其实各行各业 只要每一个人都可以结合自己的优势 去找到你的机会 但是你真的能成功 我觉得这根本的一个点 其实还是你的服务意识 是不是真的足够 OK 这是今天我想讲的内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